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2月24日,星期四 是一个这个历史性的日子 狗哥呢再重复一下 今天呢是2022年的2月24日 这个呢是一个肯定要写进人力历史书的这么一个日子 就是在欧洲时间的今天凌晨 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 这个呢就是一场战争的开始 狗哥今天这个影片只讲干货 所以呢也没有这个片头总是有的这个小视频 首先呢狗哥呢要希望大家注意啊 就是但凡是一场战争或者说这种武装冲突的开始 就总是会出现这种谣言满天飞 各种小道消息各种不靠谱的消息 这个到处都是这种状况 这一点呢大家呢特别需要注意 如果大家呢要很认真去关注这么一场战争的消息 大家最主要关注这个国际大通讯社的这个消息 基本上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这个路透社啊 美联社他们发的这个消息 那关注这些大通讯社发的消息 然后呢大家呢基本上就可以知道 关于这场战争大概的真实的状况啊 就不会被这个各种的这个小道消息是搞得这个非常的恐慌 这个呢是狗哥要提醒大家的第一点啊 那关于这场战争 狗哥呢也会在频道里边呢 给大家分享最靠谱的信息 第二点 狗哥要说呢 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 是一场全面军事进攻 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公开讲 他下令俄罗斯军队进行的是一场在这个乌克兰东部的特别军事行动啊 目的呢是保护在这的这个平民的生命安全如何如何如何 狗哥要说呢 普京讲的这些话呀 都是屁话 都是谎言 今天的乌克兰实际发生的 是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啊 并不只是在乌克兰的这个东部地区 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目标 还有乌克兰南部 甚至说乌克兰西部啊 靠近西欧的一些目标 在今天都遭到了来自俄罗斯军队的这个导弹袭击 还有这个军队的进攻 这个呢就是一场对乌克兰的全面的军事进攻 这个呢就是一场发生的21世纪 俄罗斯这个国家对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乌克兰的一场全面战争 应该是有这个很多的网友呢 都没有意识到啊 就是从这个领土面积上讲 乌克兰这个国家是欧洲的一个大国 是这个欧洲国家里边 这个国土面积最大的啊 仅次于这个俄罗斯 第三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判断 这场战争很明显 它就是这个俄罗斯 对乌克兰这个主权独立国家 发动了侵略战争啊 它呢是在赤裸裸的侵犯 乌克兰这个国家的主权独立 还有领土完整 前两天在这个正式开战之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进行这个战争宣传 他讲这个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即便是俄罗斯占领乌克兰 也有合法性 也有合理性 大家说普京讲的这个话 这叫人话嘛 你要按照普京的这个逻辑 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天下大乱了 都可以这个自古以来了啊 按照普京这个逻辑 这个俄罗斯的这远东地区 海参崴啊 江东六十四屯 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 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是不是这个中国战狼 粉红们也都可以发动战争 去把这些地方搞回来 所以呢普京 他这次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就是完全的非常邪恶的这种侵略战争 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 第四 关于对这场战争走向的这个评估 首先呢狗哥要说呢 现在来看 就是最近这几个月 美国情报机构 他关于这场战争的情报 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很多网友呢 应该都知道 就是最近这三四个月 美国官方他一直在释放 而且呢 他呢还是在这个非常高调的释放 关于俄罗斯要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这方面的这个信息 大概十年前 美国呢 他呢还这个很准确的讲 说俄罗斯很可能选择在2月16号 那一天的凌晨开战 然后这个美国政府呢 他就紧急关闭和撤离了 他在这个乌克兰首都吉辅的这个大使馆 同时美国政府呢 在当时就呼吁在乌克兰的美国人呢 要紧急撤离 现在大家呢都看到了啊 就是美国政府啊 他关于这场战争的情报 还是非常准确的 这个呢 他呢就能够反映出 你像美国中心局 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些情报机构 他们对俄罗斯的这个情报工作呢 还是非常牛叉的啊 这个呢 就让狗哥是放心了不少 狗哥自己对这场战争走势的这个看法 第一 就是像这种规模的战争 他一旦是打响 他呢就不会很快的结束 狗哥讲的这个不会很快结束 是说呢 不会在这个几天内就结束 狗哥认为呢 最少呢 他呢也要持续一两个星期 甚至说更长的时间 那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 这个呢 一个呢 就首先要看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的想法 他到底想通过这场侵略战争 他要在乌克兰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另外一个决定因素呢 就是乌克兰人 包括这个乌克兰的政府军队 也包括这个普通的民众 他们对俄罗斯的侵略 会有多大力度的这种反击 还有抵抗 那关于这两个方面 狗哥现在呢 还没有这个太多的信息 因为毕竟这个战争呢 刚刚开始 所以大家呢 都可以继续的观察 狗哥可以肯定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战争呢 肯定不会在短短几天内就结束 另外呢 狗认为呢 在短时间里 这个美国这些北约国家 跟俄罗斯军队开战的这种可能性不大 应该的是很小 但是呢 从这个中长时间段来看 就是在将来几个月 这个一两年之内 那北约军队会不会因为乌克兰这个事 跟俄罗斯开战 这个呢就不好说了 狗哥认为呢 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很多话上都知道 狗哥呢 是这个自古以来一直讲 战争 它是这个很可怕的东西 它的一个可怕之处就在于 这个盒子啊 它一旦是被打开 再往后 这个事态的发展呢 很可能就不会受到这个人类理性的控制 战争这种发展 战争的扩大 它呢也就很容易会变得不受控制 像人类历史上这个两次世界大战 还有很多这个地区战争 这种悲剧啊 它都是这么造成的 而且呢 很多网友都会知道 你发动战争呢 其实很容易的 你扔几个导弹 你开躺克进去逛一圈 这个呢 就可以开战了 但是 你要真正去结束一场战争 特别是这个战争结束以后 在那个地方 你要实现持久的和平 那这个呢 就非常非常难了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狗哥最近一直在提醒大家的 就是在乌克兰这个事上 大家呢 要做好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准备 其实自从这个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狗哥呢 就一直在提醒 就是这个世界啊 很可能就从此 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大家生活的这个世界 可能再也回不到 疫情之前的那种 全球化的那种状态了 那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再叠加上乌克兰的这场战争 说不定在今年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 他呢 还要在台湾搞一些这个小事 那是不是大家现在呢 也都会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 反正狗哥自己呢 是会有更多的这种危机意识 不管是在这个个人安全 在家庭理财 还是说在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面 狗哥呢 会有更多这种危机的感觉 还有应对 在以后的这个影片里呢 狗哥呢 应该也会跟大家多聊 这方面的这个话题 说实话 对于像战争 像世界局势大变化 这些非常宏大的这个事 大家个人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无能为力的啊 没有办法的 大家呢 切切实实能够做到的 可能呢 就是加强自己个人 自己家庭的这种安全 做到这个尽量的安全 能够努力坚持到这个世界下一个 这个和平 稳定 发展 大发财的这个周期 基本上对于个人来说呢 也就是这样了 在大概十天之前 狗哥呢 是专门发过一个影片 给乌克兰的网友们提出了两点 准备应对这场战争的建议 那现在这个战争呢 它已经是开始了 狗哥的那两点建议呢 还是一点都不过时 现在呢 再给这个乌克兰网友们分享一遍 狗哥今天在这儿啊 也是希望 现在在乌克兰的这个所有 看狗哥影片的这个网友们啊 不管大家是中国人 还是这个台湾人 还是香港人 还是说是来自这个任何啊 其他地方的人啊 狗哥是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非常重视乌克兰现在的这个状况 要重视这个战争 万一爆发 它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危险 第一就是这个 如果战争爆发 那你这个家里边 你居住的地方 有没有储备足够多的 这个基本的生活物资 像这个平常必须你要吃的 要喝的 要用的 像这个厕所手指啊 应急电源 开车用的汽油 或者说是柴油 一些这个基本的药品 现金等等等等等等 像这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现在还在乌克兰的这个网友们 家里边有没有进行储备 已经有储备的 那这些东西的储备 你能不能扛过 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狗哥是建议在乌克兰的网友们 最好呢 现在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储备 这个道理呢 跟在这个生活在中国墙里边 你应对疫情 你必须要储备 至少你被这个放在家里一个月 你不能出门 而也有够吃 够用的物资 像这个道理呢 都是一样的 狗哥呢 就不多讲了 在乌克兰的第二个方面的准备 就是你这个有没有能够快速安全离开乌克兰的这种方案 对于在乌克兰的这个大多数的外国人来说 肯定是不到万不得已啊 他们也不会这个轻易的离开 因为其实很多人的家 他们就已经在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已经是他们这个主要的家 肯定是不会这个轻易离开的啊 但是呢 万一这个战争爆发以后 它变得很难控制 这个局势恶化的很厉害 狗哥认为呢 在乌克兰的网友们最好呢 要有一个能够快速安全离开乌克兰的方案 就是你的这个plan b 因为到时候如果这个战争 它变得不可控 那你家里的这些东西啊 像你的房子 你的地 你的店铺啊 等等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 都变得通通的不重要了 到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生命 你自己还有你家人的生命 到时候你能够安全的逃走 这个最重要 所以呢 你就需要一个能够尽快安全离开乌克兰的 这么一个plan b啊 到时候你是能够这个开车离开 你还是能够坐飞机离开 你能够逃离到哪个国家 你如果说要这个紧急的撤离 你至少需要多长时间的准备 你必须要带走哪些东西 如果说有带不走的这个比较贵重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你等等像这件事 我认为呢 都是现在还在乌克兰的这个玩家们 应该要去考虑还有做准备的 这个呢就是plan b 当然了如果说有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中国的小粉红 说搞什么plan b啊 说我们中国人完全不需要 因为到时候肯定国家会再一次搞那种很激动人心的撤侨行动 即便是万一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打得很厉害 但是呢很牛叉的这个中国战狼们啊 比如说这个吴京先生也肯定会亲自到乌克兰 然后呢就会把我们很安全的接回到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里边 如果说有这种想法的中国人 那就可以也自动忽略刚才狗哥提出来的两个建议 然后呢你们就可以继续岁月静好的等这个中国战狼了 刚才的狗哥呢是给希望有自助能力的 在乌克兰的网友们提出来的两个建议啊 提供给大家进行参考 另外在这个今天开展以后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对这个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发了一些安全提醒 那对这个内容呢感兴趣的网友们 大家都能够很容易去找到去看到 别的内容狗哥呢就不说了 其中有一点狗哥呢是必须要说 就这个中国大使馆他建议在乌克兰的中国人 可以在自己开的车上明显处贴上中国国旗 狗哥今天要建议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呢 大家最好呢别这么做 就是在乌克兰的这个中国人啊 最好呢别在自己的车上 还有呢就是别在自己的这个房子住宅上 挂中国国旗去公开高调显示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如果说你这么干了 这种行为啊不会让自己更安全 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危险 狗哥这么讲的理由 第一本来就是这个一旦是发生了这个战争 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 发生了这个大规模骚乱之类的 外国人本来就更容易成为这个受害者 成为这个被攻击的目标 所以呢在这个战乱地区啊 一般呢是不要很高调显示自己是外国人啊 一般情况下这个在这些地区 外国人的这种穿着打扮这种言语行为 跟当地人越接近越好 越不容易引起关注越好啊 这个呢是狗哥的一个经验 提供给这个所有的网友 另外对于这场战争 中国政府中国官方的立场和态度 是不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一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呢 他不认为俄罗斯这次进攻乌克兰是侵略 另一个是中国政府呢 他反对全世界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中国政府他这种非常明显支持俄爹的态度 大家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想象 乌克兰人他对中国政府 他对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现在这个中国大使馆他建议 在乌克兰的中国人要展示中国国旗 大家说这到底是爱中国人 还是要害中国人 当然了狗哥不认为这个在乌克兰 会发生非常大规模的这种针对俄国人 还有中国人的攻击行为 但是呢你如果说你在这个乌克兰太高调 去展示你自己是中国人 狗哥认为呢遭到当地一些情绪 可能这个比较激动的人攻击的这种可能性呢 也会变大 这种可能性呢只会大不会小 所以呢这个希望在乌克兰的一些网友呢 能听进去狗哥的这些个建议 今天影片的最后呢 狗哥呢是必须要表示 就是要操他大爷的普京 狗哥呢必须要操他大爷的一切 发动战争的这个独裁领导人 大家生活在这个世界 可能真的要 这个开始会比较痛苦的 几年的这种时间 好了这个影片呢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